台湾农村政线今天转进内政部抗议 对于他们提出的修法诉求 朝野立委都表示赞成 卢淑雷认为行政院应该要邀请 学者专家和大浦拆迁户 针对修法细节寻求共识 而民进党立委则是表示 会支持台湾农村政线的诉求 将在下个会期提案成为优先法案 大浦居民激情抗议要求土地正义 包括土地征收条例修法 修改公投法等诉求 民进党团力挺到底 民进党表态会提案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国民党立委也不排斥修法 要求行政院邀集专家学者和大浦拆迁户 坐下来谈 让有争议的细节能达成共识 怎么样都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 法不好那就来修 把它修得更完善更好 我想行政院应该要气度跟雅亮 来接纳他们的意见 朝野立委都对修法持正面态度 不过该怎么修 才能不让这类争议再次上演 还得寻求共识 右边TV陈明晏林一云台北报道 好 好